各位高中同学大家好 我是亚洲大学社工系 社会工作学系的刘鹤群副教授兼系主任 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能跟大家来这边介绍 社会工作学系 它主要在大学里面学习的内容是什么 那大家会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或者是心理上面的建设 以便大家将来如果选择了这个科系 能够进到学校里面能够更好的适应 那接下来我就谈我们社会工作学系 我们大概专业学习的面向大概会有哪些 透过这样一个专业的学习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他是专业的 同时能够培养他刚刚我讲的那些特质 那社会工作学系跟其他科系一样 都会有校定的一些课程必须要上 那除了校定的比如说像英文 比如说像中文的这些能力 那我们会有院的这个课程 一般大概大多数的大学的社工系 大概都是这样都会有院的课程 那以我们自己这个社工系 我们是处的是人文社会学院 所以我们跟幼儿教育系 幼儿教育学系跟这个外国语文学系 跟我们社工系共组一个人文社会学院 所以我们有一些院的基础课程 那在这之上就是各系他的专业课程 那全国的各大学的社会工作学系 他所学的专业的这个必修课程 大致上那些基本课程是一致的 因为我们社会工作学系的学生 出来绝大多数的同学都会做社工师 或社工员这样子 那我们有一个国家考试叫社会工作师的考试 那这个考试里面规范了社工系的学生 社工系的学生他需要上一些 什么样的基础的这个能力的这个课程的培训 那大多数的学校大概都会排 差不多45个学分的课程 到50个学分的课程 这样一个范围的课程 作为一个基础的这个学科 那大概有哪些课程呢 那当然这个里面大概涵盖了 差不多15个学门 15个科目 或者15到18个科目 这样一个基础的课程 那比较重要的 像我们说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 社会个案工作 社会团体工作 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 那这三门课呢 大概是一个最核心的基本的这个训练 也就是培养我们的学生具备 怎么样去服务个人团体跟社区 所需要的一个一个基本能力 当然其他社会学啦 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呢 也是我们这些基础课程必须要上的 比如说像这个社会学 像心理学 像这个社会心理学 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这些基础的课程 也都是重要的这个社工的专业课程 那在那个之上 那就看每个大学的社工系 它的那个规划 它就不太一样 比如说以我们亚洲大学的社工系来讲 我们会希望我们学生能够走向 跟这个社会 不管是就业啦 或者未来的这个社会趋势发展 比较能够接轨的领域 那我们基本上就分成两块 让你们可以去选择 这个不同的专精学程 那一块呢就是所谓的家庭跟心理的专业 家庭跟心理的专业 那另一块是所谓医疗跟长照的专业 那这两块呢大概是社会工作领域 未来啦或者现在已经开始了一个 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我们说社会工作的这个专业发展 现在越来越走向家庭的处域 以家庭为核心的处域 也就是说我们会希望 比如说一个小朋友 他如果说在童年的期间 他受到一些伤害 虽然这个家庭也许造成他的伤害 但是一个小朋友 他是不能完全脱离家庭的 我们希望这个处域的中心呢 他还是能够回到家庭来 回到家庭来 比如说长者的照顾 我们还是希望以这个家庭为核心 所以我们说家庭跟心理专业的学成 那这个学成同时我们也很重视 学生有关于心理学相关专业的发展 这个训练 所以这是一个领域 那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医疗跟长照的学成 我们都知道台湾这个 现在社会这个老人化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我们说2018年已经进入老高龄社会 已经完全进入高龄社会 已经有超过14个percent的 这个台湾的人口 是处于这个65岁以上的人口 所以跟老人相关演示的 照顾的这个需求就很大 所以我们就因为这个社会趋势的发展 我们就特别设置了一个学成 叫做医疗长照的照顾的这个学成 所以这大概是除了校定的 院的到系的这些必修课程以外 每个学校这社会工作系所 大概会有一些些差异的 那个专精的那个选修学成 那我们事实上是以这两块 大概作为主要的这个选修学成 我们还有其他的课程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 社会工作三个基础课程 社会个案工作 社会团体工作 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 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我们能够进到我们的这个场域去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 这门课呢 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社区 绝对不是在课堂上面 跟大家拿一个社区的照片 跟大家介绍这个社区 它的地理特征是怎么样 它的水文是怎么样 它的这个人口分布是怎么样 大多数的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的老师 大概都会要求学生进到社区去 进到你自己从小长大的社区 或者进到学校附近的 或者是你们那个小组感兴趣的社区 进到那个社区去 去了解那个社区 了解那个社区里面的居民 了解那个社区里面有没有弱势的人 了解他们需要什么 那甚至呢 为那个社区去规划 一个社区所需要的一个社区的发展 一个方案 所以社会工作教育是非常重视实践这一块 就是走到那个场域里面去 那到了大四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安排一些课程 比如说我们可以到我们就业的场域 直接去了解那个就业的场域 就是我们称它叫就业学程 就业学程 比如说你将来如果说 比较想要走的是医疗的这个领域 你可能可以进到医院里面 社工部门去了解医院的社工是在怎么做的 比如说你今天如果对安置机构 比如说儿童的安置机构 或者老人的机构 你感兴趣的 我们可能规划 你去一个优质的一个安置机构 去了解那个机构的运作 了解那个机构里面社工所扮演的角色 所以这一部分的实践 也是社工系织非常重视的 那我们在大学的四年当中呢 会希望我们的学生 这也是因应这个社会工作师的考试的一个需求 当然也是社会工作学系 在培训上面的必要了就是我们必须要进到 业界去进行这个实习 那我们所谓的业界 当然跟这个所谓商管方面的这个业界 所谓企业界 有它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绝大多数的学生 大概是进入非盈利组织 大概是最大宗的 那当然跟社会福利 跟社会工作相关的 这个场域呢 当然还包括比如说像政府机构 像每一个县市政府里面都会有社会局 那社会局都有社会行政 或社会工作相关的不管是我们称它叫直接服务 就是服务人的这样一个领域 那或者是间接服务就是行政工作 所以我们有可能绝大多数的同学进到的这个 我们说实习的场域呢 是在这个政府机构或者是非盈利组织 那非盈利组织它的范畴就非常的广泛 非常非常广泛 只要是我们可能潜在的这个服务对象 那假设有一些机构愿意服务 那这些机构呢 这些所谓的社团法人啊 裁判法人啊 大概都是我们学生可能会去实习的场域 那当然学校在选择这些让学生去实习的场域的时候 不是说大大小小的什么样的机构 我们都都同意学生去实习 我们当然会选取一些国内啊 比较具有信誉的这些实习机构 或者是这个非盈利组织或政府单位 来去让学生去实习 那现在一般的社会工作系所呢 我们会希望学生能够实习的时间啊 大概是400小时到640小时 大概这个范畴 以亚洲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来讲 我们是希望学生能够实习到640个小时 而且要进行两阶段的实习 也就是两次的实习啊 那一次呢 我们是排在三年级 升四年级的那个暑假 大概学生要去实习八个礼拜 那另外一次呢 就是在四年级的时候 上下学期整学年的实习 那每一个学期呢 至少实习八个礼拜 这样子640小时 两阶段的实习 让学生能够进到机构去 那当然你可以选择的机构呢 可能是这个 你在第一阶段 你可能选择某一个机构 比如说你对额少的这个机构 比较感兴趣 那你想要在这方面学习 你可能进到比如说 像世界展望会 像家庭辅助基金会 那你到那个四年级的实习的时候 你可能会跟其他同学组成一个小组 比如说你进到社区 进到这个就是台中 或者是你的学校临近的这个社区 我们去进行服务 或者是进到 这时候你可能想要去老人机构 也许你就进到老五老基金会 进到宏道老人基金会 里面去进行实习 一整年的实习 那这在各个学校的这个东西 大概情况是一样的 就是以学生 他自己这个学习 跟未来就业的那个需求 或者他的意愿 来做这个排序 我们希望能够送学生 进到实习机构里面去实习 以便于他把这个大学 三年前三年所学的专业 能够实际上进到这个机构里面去 我们可以说试用看看 看看所学能不能跟食物场域 做契合这样子 那如果说很多学生 他的表现很好 有可能在毕业的时候 那个机构就直接聘雇他了 所以这个社会工作 学系他跟其他比较理论的科系 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就我们课程上的规划 比较重视的是实践这一块 实践这一块 那我相信大多数的社工系 所以很重视学生 国际移动的能力 比如说 以我们亚洲大学社工系 为例的话 我们非常重视学生 不光能够在国内服务 还能够到国外去服务 那我们有去 比如说像柬埔寨服务的 那到现在为止 我们大概过去几年 已经出到第九队了 第九队的这个 柬埔寨的服务这样子 寒暑假这样子去 那这个不是学生 不是由老师来主导的 完全是学生主导 完全由学生来主导 比如说还有进到太北去服务 甚至到印度去服务 甚至到非洲去服务 所以任何只要有这个 这个地球上面人类 是弱势的人 那他们有需要帮忙的 我们社工有机会能够服务的 那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我们学生能够规划的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学生送出去 能够体验国外的 体验这个地球村上面 这些弱势的人 他是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那这个也是 这我说的实践上面 在社会工作教育当中 非常重视的一环 所以不光只是在课堂上面讲授 不光只是跟学生 在课堂上面互动 讨论 写报告 交作业 我们很重视的是 进到那个场域去服务这样子 但是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大概在一百多年前 开始跟着各个西方的福利国家 开始一起来处理这样一个社会问题 所以有了社会工作这样一个服务的滥伤 那我基本上就是在英国学习 有关于贫穷这个现象的研究 以及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社会现象 那首先就先来介绍 社会工作学系 它大概它的那个学习的领域 它的那个定位 大概在哪里 那跟社会工作学系相关的几个科系 可能同学们会有兴趣 第一个是社会学系 第二个是心理学系 那社会学系跟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一个比较大的差异性 就是社会学系 大概它对于现象的理解 就是社会现象的理解 它是比较重视的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 我自己研究的这个领域 像贫穷的现象 社会学系大概对贫穷的现象 它的理解 比如说对少数族群 少数族群在一个社会里面 是怎么样被歧视被压迫 那社会学系 对这样一个现象的理解 它是比较重视的 那社会工作学系就比较重视 另外一个层面 除了对这个社会现象的理解 是必要的 但是对于这个现象 如何去解决 我们要如何去实践 来去改善这样一个问题 那我们就比较重视实践这个层面 但不管是社会学系 或者社会工作学系 我们关心的都是社会现象 所以社会现象是一个集体的现象 它不是一个人 假设今天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是贫穷 那社会工作学系 或社会学系的这个学者 我们就不是那么重视 这个现象 但是这个现象 如果是一个集体的现象 比如说有这个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 或很多很多的人类 他都是处于这样一个现象 那我们就会对这个现象 就特别重视 那所以社会学系 基本上看的是 那个现象它本身 那社会工作学系 就比较看的是 怎么样去改变这个现象 怎么样去实践 那跟社会工作学系 相关的另外一个科系 所谓心理学系 那心理学系 它也关心人的 各色各样的 不同的社会现象 但是心理学系 比较重的是 个人的角度来去出发 比如说今天在面临着 这个贫穷的 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 当中的个人 他是怎么样 依照他自己不同的人格的特质 他的发展 他会有不同的反应 他们对这个人 跟这个现象的关系 比较着重在那个个人的 他的应对上面 那社会工作学系 比较重视的是这个 集体的现象 以及集体要如何去解决 这样一个社会问题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 这个社会工作学系 我们的学生 我们所最关心这个社会工作学系的学生 希望他能够培养 什么样的这个特质的学生 那社会工作学系 非常重视学生 具备 以亚洲大学社工系来看 我们非常重视学生 他这个温暖 同理 真诚的特质 温暖 同理 真诚 什么叫做温暖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 他是一个温暖的人 他让这些 我们要服务的对象 比如说弱势者 他看到你的时候 他感觉你是一个 可以了解他的处境 能够帮他一起解决问题的 一个温暖的人 所以对我们要服务的 这个弱势的对象来讲 你是一个温暖的人 那同理 就是我们要能够设身处地的 去理解一个弱势者 他的处境 那比如说今天一个人 他是怎么样成为一个 街友或者游民的 那我们不能抱持一个 好像批评的 批判的观点来去看 说他这个 怎么这个 抛家弃子 那怎么样的 这个身体这么误惠 那怎么不好好去找工作 我们不能用这样的角度 单一用这样的角度 去理解这个温暖或街友的生活 我们要设身处地去想 他是因为遭逢了什么样的一个 比如说个人的 或者整个家庭的 或者是个社会的 这个结构的压力 他落入了这样一个处境 所以我们要能够同理他的处境 第三个我们希望 我们的学生在本质上 特质上他是真诚的 真诚的 我们不喜欢说一个学生 他是比如说这个 看起来文绉绉的 或者讲话 这个好像像这个 律师会计师 他那个好像很重视这个数字 或者很重视这个言语上面的 那个精准 我们希望这个学生 他是真诚的 本质上是真诚的 能够跟人坦诚的去沟通 坦诚的这个交谈 所以我们对于学生的本质 我们希望他是温暖 同理真诚的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学生 在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 四年的培育之后 他是具备温暖 同理真诚特质的人 那当然专业的学习 或者社会工作 任何或者是 这个台湾各大学 各个科系里面 每一个科系都重视 就是专业的这个学习 刚刚我已经跟同学们 稍微介绍了 社工系的这个基本的教育 教育理念 我们所希望学生拥有的特质 跟我们这个 大概课程的主要的规划 那接下来呢 我跟同学们介绍一下 我们社工系呢 主要的未来的出路 未来的出路 我相信大家念大学 有很重要的目的啦 一部分可能是要继续升学 这一部分我们大概 大概无庸置疑 不管你是要继续 假设进到我们社工系来讲 是继续要从事 社会工作的专业 的这个学问的专业 那或者是你要跨到 其他的相关的 社会科学的领域 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 社会学啦 心理资商啦 这样的领域 做学术的专业 那我相信大多数的同学 念完大学之后 大概出路 大概就是就业 就业 那以社会工作学生的 这个就业来讲 社会工作学系的学生 他就业的这个出路来讲 我们大概有八成以上的学生 他出来都是做 从事社会工作相关专业 当然每个学校 他的差异性比较大 差异性比较大 以我们亚洲大学社工系来讲 我们的就业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大概有这个八成到九成 毕业就从事 就直接进入职场就业 那当然也有 大概十percent的同学啦 可能他在这个升学 或者有其他的这个规划 那在这个就业的同学当中 绝大多数啦 是从事社会工作的专业 社会工作专业的服务 那大概会 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里面 可能工作的场域呢 大概会有四块工作场域 第一块呢 就是所谓的公部门 公部门 公部门就我刚提到的 每一个县市 他都会有社会局 会有社会处 那在里面呢 他会有这个社会行政的编制 那还有这个所谓的社工师 那在公部门的社工师 我们称叫做公职社工师 公职社工师 那社会行政 这个公职社工师 他大概服务的这个科室呢 比如说我们有老人福利科 有这个妇幼科 比如说儿少的 或者是社区的 或人民团体的 这个跟社工相关的 或社会福利相关的 这些公部门的这个领域 那这是一块 或者在公文 我们可能会走法院 走法院那一块 比如说我们在法院里面 有关户人的设置 那当然这个需要 透过公务员的考试 考关户人 那或者我们有一些这个调解员 加持调解员 这个领域的这个 我们也可能可以走 这个领域的服务 那这个呢 是走公部门的部分 那最大宗的同学 会进到所谓非营利部门 就是所谓的这个 我们称叫第三部门 就是所谓的 我们一般传统上说 慈善机构 或者非营利机构 这样一个服务领域 那这就要看 我们服务的对象是谁 那台湾的这个社会福利机构 它种类非常非常繁多 那它需求也非常非常大 需求非常大 老人机构 儿少机构 这个青少年的机构 身心障碍的机构 或者妇女的机构 或者安置型的机构 或者是倡议型的机构 所以这类型的机构 非常非常多 那这个是我们学生 大概最大宗的 可能会从事的 这个服务的领域 那我刚才 我们提到非营利机构 那非营利机构呢 就看我们服务的对象 可能会有儿少的 会有老人的 会有身心障碍的 青少年的 或者是这个妇女的 或者是其他的 这个倡议型的机构 那除了这个政府部门 跟非营利部门之外 另外两块就是私部门 那私部门 他当然就要看你 这个工作的这个兴趣 绝大多数的同学 在私部门这一块 可能会进到 企业界里面的人力资源管理 这个部门 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那最后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 比如说可能会进到 这个社区 社区从事这个 这个比如说 你如果说要考试 考这个工部门考试 你可以比如说 当这个社区的总干事 发展协会的总干事 或者你可以去这个 从事里面的服务 做这个里长 那除此之外呢 大概同学就 就可能就从事 这个证照考试 或者是进修 大概这是学生的 这个从政府部门 非营利部门 或者是到私部门 这样一个主要的 这个未来出路的规划 那我可以说啦 我们社工系的学生 就业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还没有听说过 一个学生 从我们学校出去 念社工系 这个系出去 或说想要做社工 找不到工作的 因为这个社工的需求 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大的需求 那如果说我们 从人口上面的 一个趋势来看 它有很多很多的理由 可以说明 这个社工 它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大概比较大的几个理由 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 现在2018年 这个老人人口比 大概已经达到14% 那未来的10到20年 我们可以预期 这个人口老化比例 会继续再往上盘 再往上 可以预期大概10年后 可能会超过20% 超过20%以上的 这个老年人口 那我们说这个老人 不见得是一个 我们不能说老人是问题 但是随着人的老化 会带来很多身心上面的状况 那这个都需要更多的照顾人力 那我们社会工作者 我们可以做一个照顾的 比如说管理者 我们可以做一个 这个居家服务的 这个督导员 或者是一个照顾的专员 那这样一个需求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其他的照顾需求 比如说像身心障碍者 身心障碍者 那我们现在社会大众对于身心障碍的这个理解 就比起这个过去10年20年后来的 知道那个身心障碍的种类了解的更多了 所以我们知道小孩子在很早的时候 在那个成长的黄金时期 我们就要提早介入 介入这个所谓的早期疗愈 让小孩子能够很早的时候 就能够把他的一些身心的状况 能够减缓 或者是我们把他纠正过来 让他未来在成长的过程更为平顺 那各式各样的身心的障碍状况 我们现在对他的理解有更多 那这个需要更多的社工人力的投入 那过去呢 也许家庭暴力是法不入家门 但现在我们都知道 家庭暴力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那我们要处理家庭暴力 我们要这个修正这个 或者防止家庭暴力的发生 或者我们要处于家庭暴力产生的这个伤害 那都需要更多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力 所以从我们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认识 以及整个人口的发展趋势来看 社会工作专业是非常具有前景的一个 一个学习的领域 那自愿服务呢 是培养学生 我们具备 刚刚我们说社会工作学习重视的 比如说温暖 同理 真诚的特质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 一个历程 我相信很多的高中同学 在高中的阶段 可能就已经有从事过自愿服务 那这个是我很鼓励大家做的 如果将来大家 如果说为了升学 如果是升学的目的 想要进到社会工作学系 或者是社会系 或者是这个心理系 我相信审查老师都会非常重视 你有没有从事过服务这一块 那当然你在高中的阶段 如果说你有机会 能够到我刚刚讲的这些社会福利机构 有直接服务的这个工作的机会 那对你来讲绝对是一个加分 那如果说你在这方面没有这个机会 至少在学校里面 我们可以参与一些 这个所谓的服务性的社团 你可能有机会 能够担任干部 然后来帮这个同学服务 然后帮你们这个社团 比如说有些学校有什么 康辅社 或者一些什么建福社 你能够为你们自己这个社团 所设定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 那这个都是很好的这个经验 那社会工作学系 在面试学生的时候 不是一定那么重视 学生是不是当过什么干部 我们比较重视的是 你在担任那个干部的那个同时 有没有服务别人 有没有那个服务精神 我们要的不是那张certificate 所以你当过什么干部 是你有没有在那个位置上面 有没有服务别人 所以回到我刚刚讲的 我们说志愿服务是很重要的一个训练 即便你高中没有从事过志愿服务 进到大学里面 大多数的社会工作 系所都会要求学生进行志愿服务 那以我们系来讲 我们要求学生在大二以前 要完成120个小时的志愿服务 而且最好是能够做直接服务 就是说能够服务到人的 照顾小朋友 陪伴老人 或者是陪伴身心障碍者 这样一个直接服务的这个范畴 那志愿服务是一块 我们可能走向实践的 就是我们社会工作的教育当中 是一个要求这样子 好 那以上大概是 我跟各位同学 介绍社会工作这个专业 那非常欢迎各位同学 能够往这个领域去追求这样子 那也很期盼 将来有一天 能够在大学校园里面 看到一群这些可爱的 温暖同理真诚的同学 进到这个社会工作系所 接受我们的教育 好 谢谢大家